在缅北园区开公司的老板如果得罪了当地的军阀会有怎样的后果 想要交赎金活命 三姐张口就是一千个起 在我的威慑下 李哥只好再次接听他老婆的电话 还打电话干嘛 听不懂人话吗 电话那头李哥老婆开口道 我知道 我就是想问下 你是现在要把马内给你转过来吗 听到李哥老婆所说的后 三姐脸上露出了笑容 李哥冷声回答道 不然呢 为啥这么急需要马内啊 是那边工作不顺利吗 实在不顺利的话就算了吧 我们转的马内可以够我们花一辈子了 废话怎么那么多 不该问的别问 做好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就好了 把我之前说的话重复一遍 刚刚你说让我把马内转过来 会把卡号发我 让我分批次 不要用同一张卡转 记住就行 挂了 李哥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呵呵 算你实相 李哥有什么想吃的没 想喝的没 八加一要不要来一点 李哥看我一眼 没有说话 不说没关系 那我就默认李哥你要了哦 我就自己给你安排了 不过现在条件比较简陋 你稍微就将就下 事情做完 我给你安排两个小妹 算是我们尽一下地主之意 说完我朝三姐使了一个眼神 三姐 现在你这边可以对接财务了 最好是多准备几张卡 争取今天把这个预期目标给供出来 三姐点点头随后立马吩咐小姑把菠菜厂的财务提交了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房间里来了十来个人 估计差不多整个菠菜厂的财务多了 每个人手里拿着电脑还有一大堆优盾 这么大的阵仗我还是在现实中第一次 估计只要马内转着 用不到两分钟 这些马内就完全变成了干净了 这些就是菠菜厂的硬势力 相比于我们还需要把伤对接 马内洗干净后还要找地下马内装拿 我们简直弱爆了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内 三姐的财务团队成功地把李哥他老婆 转过来的一千万成功变形 做完这些事情后 我拿起手机 再次拨通了李哥老婆的电话 递到李哥左边 马内我全都收到了 你早点休息 过段时间我这边马内回容之后再打回来 家里还有马内 不用担心 还需要话马内的话 你给我打电话 我把马内给你转过来 你自己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 别太累了 实在不好做的话 你就回来吧 我们的马内已经够话了 好了 不说了 我去忙了 你早点休息 李哥说完我挂断了电话 随后我朝小龙使了一个椅子 小龙点点 把之前我让给李哥准备的吃喝东西拿了进去 李哥 今天感谢你的配合 多吃点 辛苦了 我话说完 李哥看着三姐了 你们不会再做其他的事情了吧 三姐微微一笑开口 呵呵 李哥 你这么配合 我们怎么会做其他的事情 放心 现在你是我们的贵客 三姐说完看着小龙小虎 从现在开始 李哥是我们贵客 李哥有任何的需求 都要满足 听清楚了没 还有 从现在开始 这个房间没经过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出入 三姐说完看着李哥的 呵呵 李哥 粗茶淡饭 你请便 有什么需要就和小龙小虎提就好了 李哥没有理会三姐 我给小龙使了一个影色 小龙把提前准备好的饭菜放到了李哥嘴面 由于李哥双手都被木桩定着 所以双手没办法 只能靠小龙为反 小龙 伺候好李哥 要是李哥有任何一丁点的不满意 我拿你试问 走吧 皮颜子 现在没什么事了 我们上去吧 和三姐从关押李哥的房间里出来后 我们直接返回了三姐的办公室 呵呵 我都没想你下来之后事情会这么顺利 三姐 你们前期工作已经做好了 就算我不下来 我想结果也差不多了多少 只是我来省了一点力气而已 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谦虚或者吹嘘 你以为没有我三姐 他们就没办法把这个马内弄出来了 错 三姐他们同样有办法把马内弄出来了 只是我来 的确可以节省很多事情和时间 那也是你的功劳 放心 事情处理完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属于你的我们会给你 别别别 三姐 别这样说 这一切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也只是看一下而已 没有什么功劳 你这样以后我的都不敢给你做事了 我这是实话实说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马内这么好 这一切都没想的那么简单 送给大家一句话 花马内送礼不办事 办事送礼不花马内 听到我这样说三姐看着我微微一笑开口了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勉强 以后有什么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三姐说完我开玩笑了 哈哈 三姐你放心 这些东西我想我这辈子都用不上 等我真到了需要告诉你的那一步的时候 我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我自己知道 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的话 告诉你们也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然而三姐哈哈大笑 哈哈 等你不告诉我的时候 我相信我也无能为力了 从三姐办公室出来后 我准备找阿森去吃宵夜 来到菠菜场大厅 发现阿森还在桌子上熬短 于是我只好回房间休息 第二天中午 重重的敲门声把我吵醒 皮皮哥哥 快开门 是我 虫虫 是虫虫啊 今天咋来这么早啊 虫虫黑黑一笑 嘿嘿 是因为想皮皮哥哥了 所以一起床 我就拉着四姐姐来找你了 呵呵 虫虫真怪 走吧 我们去找四姐姐 找到四姐姐我们就出去玩 到四姐办公室聊了会天后 我们正准备出门 小龙这时候走了进来 四小姐 皮哥 你们是要出去吗 对呀 怎么了 有啥事情吗 我话说完小龙怯怯地看着四姐 不敢说话 四姐看着小龙道 看我干嘛 问你话呢 实在不好意思啊 四小姐 皮哥 我也是不知道你们要出去 不然我就不过来了 皮哥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时候打扰你 但是没办法 我们那边遇到了一点情况 所以希望你能过去一趟 发生什么事情啊 昨天你们上去后 按照三小姐的吩咐 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出了房间 但是没想到昨晚一留在那边的酒瓶 被李哥给拿到了 然后 小龙还没说完我就打断了小龙的话 好了 小龙 我知道了 随后我拉着小龙出了房间 李哥是不是用那个打碎的酒瓶 想要自我了断 是这样的 情况不太理想 三姐那边汇报了没有 暂时还没联系上三小姐 好的 我知道了 你先过去看一下 我马上就过来 小龙走后我返回到四姐的身边 摸了摸重重的脑袋开口呢 重重 皮皮哥哥现在临时有一点急事 需要去处理一下 晚点带来去玩好不好 我话说完重重点点头 好的 那皮哥哥快一点哦 重重等你 呵呵 重重真乖 芸汐 你现在联系下公司的私人医生 让他最好快点赶到这里来 越快越好 咋了 出啥事情了 那个李哥那边出现了点情况 需要医生来处理一下 现在小龙他们暂时还没联系上三姐 所以需要医生先处理一下李哥的身体情况 难道他 我点了点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